前朝新盟原本已经颁布宪报更新新车的公开市场价值计算方式 使得本地组装的新车需要缴付更多税务 结果引起业者强烈反弹 最终新盟只好落实特殊豁免 但是如今如果政府不再展颜并在明年启用新的计算法 汽车商工会预料到时候本地组装车款 价格可能上涨8%到20%左右 我们已写到政府去提出 因为他们已经给予我们的免账 到2022年到最后的免账 我们已提出政府去提出 请让我们知道是否会延伸或不 因为这个业务很重要 如果它并不延伸 这意味着所有车款价值都会提升 到最后的年代 您是 Mr. Ravindran Kuru Samir 汽车商工会主席纳杜艾莎今天主持年度大会后透露 工会已经上书财政部 希望部门再三考虑 沿用旧的计算方式 避免本地组装的车款价格上涨 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此外由于汽车芯片短缺影响供应 许多消费者都无法赶在6月30号前预定新车 因此业者普遍希望政府能够继续延长汽车的销售 不及服务税减免措施 让购买本地组装汽车的消费者 可以豁免百分百的销售税